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少女 是帅哥 还是老人 我觉得这些词都可以用上 中外名曲 各种各种风格的乐曲 我们大部分都能演奏 而且我们的音域很宽 钢琴最低音到最高音 它是这么一个宽度 我们比它还要宽 团长王艺祖在20年前 筹备成立中乐团 有大约20名成员 第一次来香港演唱 卖点是这些独一无二的乐器 大家看到我们这些乐器 朋友们可能一点都不熟悉 因为它很新 都是我们自己近20年的努力 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自己制作 自己研发一批新的乐器 我们有几项国家专利 另外呢 即使没有国家专利 也很多乐器都是我们自己 其实动作重做的 制作过程由王艺一手包拔 可以了 行了 就是用非常漂亮的盔甲组做的 它音板你听 声音多好听啊 所以音板是用两种不同的竹子来处理的 高音是用云南产的一种巨组组 低音呢 它是产自于江西的一种毛组 而且呢 在竹子的加工方面也有很好的要求 这个是一个学问 一方面要竹子的年龄 产地 竹子的外观怎么样 比如说是江苏的 还是浙江的 另外是在山顶上的 还是在山底下的 这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 可以了 行了 粥是天然生长的植物 不同品种的粥会因为纤维密度不同 发出不同的音色 而粥越老 水分越少 声音就更清脆 没问题 如果想令清乱的粥 做的乐器声音清脆一点 可以喊一喊之粥 抽走水分 甚至将它消成碳 很多朋友见到这个琴 都表示怀疑 这么黑的 这种颜色的乐器 居然也是竹乐器 他们肯定觉得很奇怪 这是地道的竹乐器 它是竹子经过 一千多度的高温 烧成竹炭之后 我们利用这样的竹炭 来做成的竹炭琴 竹子烧成炭之后 它的材质就是完全变化了 一千多度高温烧出的竹炭 它的物理性能整个结构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它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清脆 在强度方面不如原来的竹子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耐敲打的能力 但是最主要的是它的声音变得像金属一样 听起来就跟金属乐器的声音差不多 但是竹乐清脆得来会带点柔和 所以王毅仍然喜欢用竹 而不是金、银铜去做乐器 乐器除了要专业 更加讲求创意 因为我们还充分利用了一些 大家很熟悉的竹制品 比如蒸笼、竹管、筷子、勺 就是你家里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搬上台 所有乐器都是自己弄的 但不是每一样都是自己发明 像这个那样 就是复制其他国家民族的乐器 越南的格隆布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用鼓掌的气来发声的乐器 但是拍手的时候 就不可以像平时那样 要像我这样曲起一只手 不过要拍得好听就要多练练 这群小朋友又拍得如何呢 似乎考起了他们 王毅趁着来香港的三天 教小朋友祝乐 希望推广祝乐文化 竹子乐器、竹子文化 在中国历史悠久、渊源流长 而且我们现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就是大家都在开拓进取 所以怎么能够发扬和进一步 发展中国的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非常有这方面的意愿 所以大家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里面 我们就想起来要很好地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竹乐文化 大大的发扬一下 乐团之后会回内地表演 他希望日后可以多些机会 到国外演出 宣扬祝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